第881章 井底闭关 原来这就是荒月之气 果然神妙无比 石木感受到银色雾气进入体内后引起的变化 顿时大喜 荒月之气竟然有这般神气的精纯真气效用 这对他而言 绝对是个意外之极的惊喜 要知道 修为达到他如今的程度 体内丹田处的真气 其实时时刻刻都面临饱和 并再度精纯的过程 每一次对体内真气的提纯 都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最近这段时间 他历经数次与神境的交锋 对于修炼的感悟颇深 修为提升进展颇快 如今更是隐隐逼近圣街巅峰 正需要彻底巩固一下 古井颇深 两人一直往下飞了二三十丈 才到底 而随着深入 下方的荒月之气 也随之变得愈发浓郁 到井底时达到巅峰 下方是一个七八丈大小的圆形空间 井壁上刻满了银色符纹 组成一个复杂无比的银色大阵 阵法符纹闪烁着银色光芒 现在还在运转 散发出一股奇异的吸引之力 从井底往上看去 能隐隐看到一道道月华之力 从天而降 落入古井之中 化为丝丝缕缕的银色光芒 源源不断地融入古井之中 石目眼神闪烁 以他对于阵法的了解 这个银色大阵 虽然覆盖范围不大 只是遍布了井底 但是这法阵极为精妙复杂 井底每一寸地方都刻满了符纹 缓缓相扣 论复杂和精妙程度 这个银色大阵 在他见过的法阵中 绝对能排进前三之列 井底地面上 还有四个凸起的圆形石柱 每一个只有二尺大小 上面摆放了一个蒲团 彩儿不知何时 以闭目蹲在一个蒲团上 周围一股股银色雾气汇聚过来 在他身旁形成一个银色雾球 这头蠢鸟 占便宜的时候 倒是积极得很 石目见此 不禁有些无语地摇了摇头 安华身形一晃 落在附近另一个蒲团上 安兄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荒月古井修炼似乎有时间限制 石目也落在另一个石柱上 问道 是的 为了保证荒月之气平衡 我阎虎一族前辈 早已在这里设定了禁止 每次进入荒月古井修炼 最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时间一到 我们便会被传送出荒月古井 古井外面的禁止将会彻底封闭 十年之后才能再次打开 安华点点头道 原来如此 石目文言一正 说道 时间有限 石兄我们快开始吧 安华说着 闭上了眼睛 石目当即也在石柱坐了下来 闭上了双目 他略一条膝 将身体状况调整至最佳后 便开始运转起功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 周围的荒月之气 缓缓汇聚而来 在其头顶 渐渐形成一个漏斗状的漩涡 不断没入其天灵盖 融入他的体内 并顺着四肢百骸 在体内流转起来 每流转一个周天 其丹田内的真气 也随之变得精纯一分 这变化看似微弱 但实则已远比 自己苦修要快上 不知道多少倍了 石目一连运转了 数十个周天后 只觉体内真气 变得精纯不少 且这股纯化后的真气 变得更加温顺 他心中自是喜不自胜 不仅仅是他体内的真气 他身体里的九转玄宫之力 在融入了荒月之气后 虽然没有变精纯 但是平和了很多 石目睁开眼睛 眼神激动无比 这些日子以来 特别是九转玄宫 第七转修成之后 导致他始终不敢开始第八转 荒月之气竟然能使得 九转之力平和 这对他来说 太重要了 他深吸一口气 重新闭上眼睛 继续吸纳起来荒月之气 沉浸在了修炼之中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转眼间过了小半日 石目眉头呼的一皱 再次睁开了眼睛 刚刚只顾惊喜 没有在意 荒月之气虽然妙用无穷 不过这种元气不知为何 很是沉重 完全没有天地灵气 那么清零自如 此刻无论他如何 加快运转功法 吸收荒月之气的速度 总是提不上来 按照这个速度 他起码也要修炼好几个月 才能吸收足够的荒月之气 他一念及此 不由将目光 看向一旁的彩儿和安华 略意沉吟后 放出神识探查过去 没稍顿时微微一条 安华和彩儿的情况都是如此 甚至吸收荒月之气的速度 还比不上他 他心中放下心来 看来不是自己的功法有问题 而是此处情况本就如此 石目摇了摇头 闭上双目 打算继续修炼 不过就在此刻 一旁安华身上呼的 浮现出大片红光 他额头 脸颊上隐隐开始出现赤色花纹 周围荒月之气一阵翻滚 海波一般掠过石目和彩儿 而彩儿沉浸在修炼中 对外界情况丝毫不绝 石目眼中露出一丝喜色 看来安华的血脉之力开始加强 就在此刻 他身上黑光一闪 身外化身竟自行浮现出 似乎被刚刚的荒月之气波动惊醒 身外化身眼中浮现出火热的金芒 朝着周围望去 他大口一张 发出一股犀利 周围的荒月之气顿时汇聚而来 化为一道银色光柱 融入身外化身的口中 身外化身散发出的黑气顿时一亮 修为隐隐有些提升 石目见此情形 先是稍稍一待 没想到这荒月之气 竟然对于身外化身也有注意 随即 他是又惊又喜起来 这荒月之气 给他带来了太多惊喜 要知道 他这句身外化身 在其如今面对强敌之时 每每都能发挥出人意料的作用 出其至盛 只是令其颇为头疼的是 其实力已经许久没有进步了 咦 不过随即 他脸色微变 轻移了一声 他猛然发现 身外化身吸收荒月之气的速度 远比他快得多 这个吸收的方式 石目眼神一闪 身外化身此刻吸收荒月之气的方式 似乎有些像是吞月氏 是了 我怎么将吞月氏给忘了 他暗骂了自己一句 吞月氏能够吸纳月光精华 此处的荒月之气 是由月华之力转化而成 吞月氏应该奏效的 石目想通了这一点 当即盘膝做好 摆出了吞月氏的姿势 运转吞月氏 一个满月虚影 出现在他身后 轰隆 荒月之气立刻汇聚而来 仿佛怒涛河流一般 融入石目体内 这种速度 比之前快了数倍不止 石目心中狂喜 他果然猜对了 大量的荒月之气 融入他的身体 真气飞快变得纯粹 九转玄弓之力 也越发平和 石目心念一动 缓缓催动七转之力 竭力使得他们彼此平衡下来 黑 白 绿 黄 金 红 六种光芒 同时从他体内各处泛起 看起来色彩斑斓 很是美丽 不过也只有石目才知道 这美丽的背后 隐藏着极度的危险 一个不好 七转之力混乱 他的身体便要重伤的下场 他深吸一口气 小心运转七转之力 六色光芒彼此缓缓靠近 试图融合 随着翁的一声轻响 六色光芒彼此一碰 立刻各自弹开 快速窜动起来 石目脸色一白 身后圆月虚影一闪 大量荒月之气 汇聚而来 他身上浮现出一片银色光芒 将六色光芒笼罩在了里面 六色光芒顿时变得迟缓 片刻之后再次平静下来 在石目的操控下 再一次尝试缓缓相容 时间飞快过去 转眼间便过了二十几日 此刻的荒月古景之中 石目依旧保持着 盘膝而坐的姿势 双目紧闭 全身被一股柔和的 银色光芒笼罩 神情看起来非常安详平和 不过若是仔细观察下 却可以感受到 一股远比此前强大的气息 从其身上 源源不绝地散发而出 其修为 赫然在这不到 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 真正达到了圣阶巅峰 这二十几日苦修 使其体内真气 竞数凝练了一番 实力再次进步 顺理成章地 达到圣阶巅峰 半晌后 他缓缓睁开眼睛 双目中闪过一丝金芒 他抬起一只手臂 黑 白 绿 黄 金 红 六种光芒 从他身体各处浮现出 彼此和谐相容 没有丝毫冲突迹象 终于平衡了 石目神情兴奋 喃喃自语地说道 说起来 其修为达到圣阶巅峰 也远远没有平衡体内的 这四行之力 让他兴奋 这意味着 他的七转已经真正的功德圆满 接下来便可以修炼第八转了 如今 他有热海权灵在手 体内的时候血脉 也真正进阶到了 弥天巨原祠等天兽血脉 早已具备了修炼八转的基础 根据功法描述 待第八转修成之后 便可尝试将体内的小九转玄弓 真正进阶为真正的九转玄弓 并使得五行之力达到圆满之境地 接下来的 便是冲击最后的第九转 按功法说述 第九转和第三转差不多 是将前八转的力量融为一体 只要将前八转之力融为一体 便能九转玄弓大成 达到白元老祖当年的境界 想到这里 石木眼中浮现出一丝激动 要和天庭对抗 他最起码 也要达到白元老祖当年的实力境界才行 不过随即 他深深呼吸 安娜心中兴奋 脸上神情恢复了冷静 朝着彩儿他们看了过去 彩儿 安华 还有他的身外化身 此刻情况都差不多 全身包裹在一个银色光球中 显然都在苦修 第882章 突飞猛进 石木观察了片刻 眼中露出一丝惊讶 三者散发出的气息 都有很大进步 若其估计的没错 彩儿此刻应已达到 相当于圣接后期的程度 这只彩毛鹦鹉 本身就来历不凡 被马龙姐弟带回族内后 继承圣兽一波 修为大幅提升 这些年跟在他身边 明里暗里 更是得了不少好处 实力早已达到了圣接中期 现在在这荒跃古井里一番苦修 达到圣接后期倒也平常 故而石木虽然惊讶 但也并不意外 真正让其意外的是 他的身外化身 此刻其修为 赫然已达到了圣接巅峰 达到与自己比肩的程度 不过他一想到 身外化身吸收荒跃之气的速度 很快便释然下来 不管怎么说 其化身能够提升实力 对其而言 也是一种避主 毕竟这具化身体内 可是有着一个残缺的领域 实力越强 发挥出的领域之力就越大 以此化身如今的实力 再加上那柄血色残剑 即便是他自己 不动用翻天棍化 还真的未必能对付的了 定了定神后 石木收回了目光 转头看向安华 此刻的安华 全身也被一个银色光球笼罩 这光球的规模 亮度 远超彩和身外化身 宏大的气息 从安华身上散发而出 比以前强大了很多 其中 甚至隐隐夹杂着一股 不可一世的霸道气息 看来安华过不了多久 便能先我一步 冲击神境了吧 石木心中暗道 他如此想着 很快闭上了双目 再次进入了修炼状态 距离三十日的期限 还有几天 他不想浪费 时间飞快过去 转眼间过了三天 石木正处于修炼之中 一股强大的威压 轰然汹涌而来 空气中也掀起一股气浪 几乎将石木的身体 从石柱上震飞出去 石木慌忙睁开眼睛 脸色一变 这股强大威压 赫然是从安华身上发出 安华此刻 全身被一团赤色光芒笼罩 那光芒耀眼之极 看不清安华现在的情况 一道道粗大赤色火蛇 从里面爆发而出 朝着四面八方飞射而出 荒月古井中 被映照成赤色 赤光中蕴含炙热的高温 井底仿佛被带到了 炙热的熔岩中 彩儿和身外化身 也被气流波及 身体被卷飞出去 怎么回事 搞什么鬼 彩儿一下惊醒过来 哇哇大叫 不过他很快看到了波动的源头 连芒指住了嘴巴 眼中露出惊讶之色 震翅飞了一小圈 彩儿落在了石木的肩膀 身外化身在半空飞了一圈 也落到了石木身旁 石头 安华这小子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是要进阶神境 彩儿惊讶道 石木点了点头 神情很是平静 这个情况 他以前曾经亲眼见到过一次 那是燕罗进阶神境的时候 当时的意象 远比安华此刻宏大得多 彩儿眼中顿时露出羡慕的神色 石木有些意外 安华在这荒月古井修炼之后 修为虽然大静 不过距离突破神境 应该还有一段距离才对 怎么会如此快便进阶神境 他眼中浮现出一层金光 看向赤色火光深处 灵目神通之下 安华的情况 清晰出现在他的眼中 赤色火光深处 安华头顶悬浮着一个方形大印 正是虎王喜应 虎王喜应此刻绽放出异样的赤色光芒 无数赤色符纹从里面飞出 凝聚成一个猛虎虚影 缓缓融入安华体内 原来如此 石木恍然 那虎王喜应能作为 掩虎一族的组长信物 果然不一般 其中必然蕴含着某种 足以辅佐进阶神境的感悟 安华散发出的赤色光芒越来越亮 很快直接化为熊熊燃烧的火焰 散发出恐怖的高温 虚空也扭曲起来 石木飞身后退 站到了紧贴紧闭的地方 他一抬手 一道赤色火光 踩他手中飞出 正是九转玄弓的火之力 火光化为一个赤色光幕 挡在石木前方 炙热的高温顿时消减了八成 石木看向周围的紧闭上的 法阵符纹 眼神一闪 如此高温之下 这些符纹竟然丝毫不受影响 不知用了什么材料刻画而成的 赤色火焰中 安华散发出越来越庞大的气息 又过了片刻 随着轰的一声闷响 赤色光芒常经吸水一般倒是而回 融入他的身体 安华缓缓睁开眼睛 站了起来 散发出庞大的气息 赫然已经突破了神境 他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转头看向石木 石木凶 石木眼神一闪 安华的眼睛 此刻赫然变成了赤红之色 恭喜 你一番苦修 竟能得此机缘 一举突破神境 看来果是天佑掩虎一足 石木飞到了安华身前 说道 我也没想到 这荒月之气竟然有这般大的作用 激发我体内的血脉之力 让我感应到了 这虎王喜应中 历代族长遗留的神境感悟 就这么突破了神境 安华笑道 那大印还有这个作用 安华 那个印能不能借给安感悟两天 彩儿目光火热地 盯着安华手中的虎王喜应 说道 别胡说 那是掩虎一族的族长信物 岂能给你 石木敲打了彩儿一下 想要感悟这虎王喜应 必须有我族的血脉之力才行 彩儿你恐怕感悟不了 安华说道 俺也就是随口一说 彩儿低声嘟唠一句 距离三十天的期限 还有一两日 还可以抓紧时间修炼一下 石木说着 盘西坐了下来 安华点了点头 也盘西坐下 他现在突破了神境 不过境界并不稳固 需要好好巩固一番 两天时间一晃即过 这一日 荒月古井井底 地面上的浮温户的大量 并从中浮现出 大片令人羡慕的荧光 包裹住了石木他们 石木等人 只觉眼前白光一闪 当在看清之时 却发现自己 已出现在了外面的峡谷中 此刻已是午夜时分 天空晴朗 万里无云 漫天星光璀璨 只是没有月亮 下方黄色霞光一阵波动 缓缓收缩 很快变成了之前的一半大小 看起来几乎凝聚成实质 坚固无比 封印静止启动 下一次进入 便要再等十年了 安华见此 目光一闪 叹了口气道 可惜 彩儿站在石木肩膀上 叹道 石木淡淡一笑 看着漫天星光 心情大畅 此次荒跃古井之行 他收获极大 实力几乎提升了一个层次 安华突破神境 心情自然也是极好 两人好一会 才平复心中喜悦 你现在突破了神境 对于你执掌 阎虎一族 将大有助益 不过也不能大意 天庭也有可能会有第二次阴谋 石木看向安华 说道 石兄放心 我会注意 安华点头说道 石木为一尘银 翻手取出那个火如意法宝 递给安华 说道 你现在没有好的法宝护身 此物便赠予你吧 不过 我阎虎一族 已经受了石木兄的大恩 我岂能再要你的宝物 安华脸色一变 连忙推辞 此物放在我这里 也没有什么用处 你我现在首要是要对抗天庭 你实力能够增强 才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而且 我给你这件法宝 也不是白给的 日后修炼 我可能还需要用到这荒月古井 这法宝便算是提前支付的一点 筹谢好了 石木微微一笑 如此说道 荒月古井如此神妙 日后修炼第九传 恐怕还要用到这里的荒月之气 石兄说哪里话 你对本族大恩 又岂是使用几次荒月古井所能报答 安华听闻此话 由于片刻 接过了火如意法宝 口中说道 好了 我也差不多该走了 石木说道 石兄不如在族里多留几天 让我敬一敬地主之意 安华闻言 连忙说道 这就不必了 我有些担心族里的情况 这边告辞了 石木摆了摆手道 严虎一族的境遇 让其愈发担心 担心弥天巨猿一族的境况 加上其 已在荒月古井耽搁了一个月 如今绝不能再耽搁了 安华一正 随即心中又浮现出一丝惭愧 是他将石木拉到严虎一族 才耽搁了这么许久 若是弥天巨猿一族 因此而受到了什么损失 他不知要多愧疚了 石木兄有事在身 我也就不多留了 石木兄放心 日后你我两族定然守望相助 共同对抗天庭 安华郑重说道 石木点了点头 挥手祭出龙语飞车 飘身飞身 后会有期 石木朝着安华打了个招呼 挥手打出一道法诀 飞车化为一道光芒 冲天而起 很快消失在了远处天际 一个月后 灵兰心上 一片广袤的原始森林上空 一道灿烂滑光如流星般划过 急速朝着前方掠去 光芒之中 却是一名身着黑色长袍的青年男子 正驾驭着一辆 尾部生有双翼的飞车 急速飞掠着 此人身材颇为魁梧 五官棱角分明 面容看起来 颇有一种坚毅质感 在其肩膀上 还站着一只毛雨鲜亮的肥瘦鹦鹉 此刻正半闭着眼睛 像是在打瞌睡 这一人一鸟 不是别人 正是石木和彩儿 石头 下边有人 正在飞行之际 彩儿呼地开口说道 第883章 再入秘境 我也注意到了 似乎是弥天巨猿一族之人 无妨 石木听了彩儿之言 点了点头道 的确是 不过石头 可不止一个人 该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吧 彩儿如此说道 我们先去看看再说 石木眉头一挑 开口说道 说吧 其单手一扬 足下龙羽飞车灵光一脸 朝下方的密林中 无声无息地落了下去 石木收起了飞车后 目光四下一扫 发现四野静悄悄地 并没有看到什么人 石头 他们莫不是发现了我们 躲藏起来了 彩儿小声道 石木略意沉吟 正打算 让彩儿动用 灵木神通之时 突然双耳微动 转身朝着左侧望去 在石木视野尽头 是一片浓密的树丛 响动声正从那里传来 就在此时 树丛朝两侧分开 从中穿出一个 身形巨大的棕色身影 却是一只棕园 四长老 您回来了 那棕园阁的老远 便大声喊道 是四长老回来了 紧接着 周围又传出几声叫喊 借着四周虚空中 泛起一阵涟漪 数个巨园族人 从中窜出 石木目光 从这些巨园身上扫过 最后目光 回到了那只棕园身上 此人他认识 正是当日 他出到此处之时 将消息报告给大长老的 那头棕园白纲 白纲 出了什么事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石木疑惑问道 启禀四长老 半年之前 族里出了一些事以后 大长老就下令 将港稍外放 扩大巡逻范围 防止天庭间隙探查 白纲拱手答道 哦 半年前 族里究竟出了什么事 石木眉头微皱 开口问道 哎 此事说来话长 您还是回去 向大长老他们询问吧 白纲叹了口气说道 石木沉樱片刻后 再度冲天而起 往族中飞去 到了山谷口 石木就发现 此处的守卫 也增加了一倍 且不再是之前 那样隐蔽起来的 而是鸣港鸣少的守卫在谷口 石木刚一入骨 众猿纷纷向其失礼 他也只是略微回应一二 便静止 进入了族中 回到弥天巨猿族内后 石木鸣显感受到了 族内气氛有些紧张 原先偶尔还能看到的 细耍攀爬的右援 此番却是一只 都没有看到 只见到不少成年巨猿 一身戎装 神情肃然地守在族中各处 看起来戒备森严 石木没坐停留 也没回自己府邸 静止朝着大长老所在的主殿 飞奔而去 结果他刚刚飞至主殿 所在山峰上空 还没来得及落下去 就看到大长老正 站在主殿前方的广场上 手里拄着拐杖 正扬着头望向自己 石头 大长老怎么都跑出来迎接咱们了 采尔说道 石木没有理会采尔 俯身落下到广场之上 冲着大长老行了一礼 大长老 晚辈回来了 石木说道 此去可还顺利 大长老面色平静 眼神中却多了一分欣然之意 开口问道 还算顺利 中途虽然颇有波折 但总算不如使命 石木说道 这么说来 天凤一族 已经愿意与我们重新结盟了 大长老问道 晚辈已经与天凤族圣女结为道旅 待时机成熟 便可完婚 届时 两族不只是同盟 还将是姻亲 石木微微一笑 如此说道 如此甚好 大长老闻言 面上露出一丝笑意道 不过 天凤 盘归和地龙三族 如今势大 隐隐已成天和百族之首 恐怕他们很难 重新承认 弥天巨猿一族的地位 石木略意沉吟 又说道 这道无妨 一族的地位 是靠自己争取 无需别人认可 强者横强 非强子他人口舌 便是这个道理 大长老淡然说道 大长老所言甚是 石木说道 天凤一族 可曾说 何时可让你与圣女完婚 大长老问道 待我觉醒弥天巨猿血脉之时 石木犹豫了一下 答道 其话音刚落 就听到 彩儿很是不满地叫道 那帮说话不算数的小人 石头他明明已经觉醒了血脉 他们却又以血脉不纯为由 推吃石头和钟姐姐的婚期 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哦 你已经觉醒了足中血脉 大长老闻言 有些惊讶地问道 他上下打亮了 一下子石木 面上顿时露出欣喜之色 不错 不错 血脉是已经觉醒了 修为也提升了不少 看来你这次前往天凤一族 途中应该有不少奇遇 收获不小啊 大长老服长大笑道 石木正想回话 就听店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二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道金色身影 从店门中冲了进来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二长老白藏 石木不由微微一笑 多日不见 此人还是这般 风风火火的个性 好小子 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啊 这么快就又提升了一件 白藏见到石木后 哈哈大笑一声 继而冲了过来 一拍他的肩膀到 石木笑了笑 仰头看着白藏 没有说话 他发现 与上次离开时所见相比 白藏的被明显攻了一些 眼底更多了些黯然神色 精神似乎也大不如前 看起来苍老了不少 对了 之前回来时 曾见过白藏一面 他说半年之前 族中曾发生过一些事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石木心中一动 开口问道 大长老与白藏相互对视一眼 似乎都想起了某件事情 面色都变得有些阴沉下来 石木见状 心中涌起一丝不祥预感 二位长老 为何不见三长老 石木左右望了一眼 问道 三长老他受了重伤 至今还在休养 大长老迟疑了片刻 开口说道 唉 之前我们还是太低估天庭的实力了 白藏听罢 也是叹了口气说道 两位 在我外出这段时间内 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石木忙问道 半年之前 天庭突然派兵来犯 当时光是带队的神境强者 就有三人 我们虽然屏障护宗大阵 将其击退 却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族中子弟阵亡者不在少数 就连二长老和三长老 也都受了不轻的伤 大长老叹了口气 说道 我倒还好一些 休养了一阵 恢复了不少 倒是白披他 不但失了一臂 伤势更是至今未愈 白藏愁愁说道 面色有些难看 那一战之后呢 天庭没有继续大举进攻 石木沉吟了片刻后 开口问道 关于这一点 我们也有些不解 自从那次一战后 天庭的人非但没有进攻过来 反而是就此退去了一半 大长老拐站在地上一点 走动了几步 面上忧虑之色更甚 石木明白大长老的担忧 隐藏起来的敌人 往往比正面叫嚣的敌人 更加危险 可有派人确认过 石木问道 据之前派出探查的族人回报 在林兰心外 也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见过天庭人满的踪迹了 白藏如此说道 石木听罢 心里隐隐觉得有些疑惑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可其一番思量下 一时半会儿 也理不出什么头绪 也没能想出什么结果 但接着 其眉头一挑 倒是突然记起了另外一件事 对了 如今晚辈已经觉醒了血脉 按照老祖残魂所告 可以再次进入老祖留下的试炼 取得老祖留下的其他宝物了 石说道 如此甚好 那我们这边过去 白藏文言 神色一震 立即说道 大长老也点了点头 三人很快出了大殿 来到了之前的那座黑色山峰之上 在穿过了山壁内的暗道后 很快来到了那座祭坛跟前 这一次 没有了白皮的阻挠 彩儿自然也堂而皇之地 跟着进来了 一阵东张西望 俺还当里面有啥宝贝呢 原来就是这样 彩儿扎扎嘴 颇为失望地说道 石木没理会他 将他从自己的肩头拎下来 放在了一边 而后对两位长老失了一礼 事不宜迟 去吧 大长老开口说道 石木听罢 转身走上祭坛 一挥手取出铁原令 朝着那块黑色石碑上探了过去 石碑上的那道黑色漩涡之中 立即流出一道乌光 将石木一果 一闪之下 便消失不见了 与上一次进入此处并无二致 片刻后 石木的身影出现在了 那座空旷的大殿之中 石木环顾四周 发现四周的环境 与上一次一般无二 他定了点心神 没有丝毫犹豫 大步朝宫殿深处走去 走出殿门 穿过一道道回廊 石木很快就看到了 之前的那道瀑布 他身上光芒一闪 九龙锁金甲附体而出 三道金龙游走体外 形成一道球形光幕 将它包裹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后 石木这才身形几个起落 朝瀑布之中飞了过去 然而 其刚到瀑布水墓之前 就见瀑布水流突然一弯 从中鼓出一道大包 接着一个巨大无比的拳头 从中穿了出来 石木目光一闪 右臂微微一曲 拳头紧握着 一拳挥击而出 只见其拳头之上光芒闪烁 肌肉层层捧起 很快便长大百倍 便做一只弥天巨拳 与水墓中穿出的巨拳 轰然对撞在了一起 轰隆一声巨响 石木只感到手臂上 传来一阵排山倒海般的距离 体内气血一荡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倒飞着摔了出去 第884章 天昏地暗 石木尚未稳住身形 便听到了一声震天巨吼 从前方传来 直震的耳膜发颤 一阵头晕目眩 心神动摇 他强忍着心中不适 连忙凝神望去 却见那片瀑布表面水花似箭 一个巨大的白色身影 静止从中冲了出来 白弓 石木一震 口中不由叫道 从瀑布之内冲出来的白色身影 赫然是一只浑身长满白色长毛的巨型猿猴 不是别人 正是白原老祖 其刚一冲出瀑布 便双手垂胸地冲天空咆哮一声 接着身形再度暴涨数倍 达到了近乎千丈 变得如同一座山峰一般 矗立在石木面前 紧接着 白原老祖周身一阵金光流转 一件金色铠甲浮下出 覆盖全身 身上气息顿时节节暴涨起来 石木此刻堪堪稳住身形 再次凝神打亮 微微一震 眼前的白原老祖 虽然无论从模样 还是举止动作来看 都和自己梦境中出现过 数次的白原老祖一般无二 但其瞳孔之中 却是白茫茫一片 没有多少生气的样子 由此可见 这白原老祖并非真正的活体 应该是某种秘术 亦或是什么阵法衍生之物 在打量对方的同时 其体内大饭盘五真金运转而起 身上白光剧烈涌动 身子也飞速拔高起来 不过片刻 他就变得与白原老祖身高相当了 白原老祖看到石木后 两手再次一锤胸膛 气势汹汹盯着石木 下一刻 其双拳紧握 猛然一锤地面 轰得一声巨响 大地一阵巨震 表面顿时裂开一道道纵横交错 深达数十丈的裂隙 一块块破碎开来的巨大岩石 纷纷飞起 犹如被一只无形大手控制般 纷纷朝着石木砸来 石木见状 单手一个模糊下 全影密密麻麻的浮下出 狂风暴雨般的 直接迎向漫天巨石 喷喷之声连绵不绝 碎石飞溅 同时其另一只手并指如刀 在身前横向一划 手掌表面金光大作 当真就如同一柄巨大无比的锋刃 在地面上横向切割出一道 宽于数十丈的巨大沟壳 那些蜿蜒扩张而开的刀刀裂痕 在接入这道如同天欠的沟壳中后 立即停止了下来 与此同时 白元老祖双膝一弯 纵身跃起 一下子便飞入了半空之中 其巨大的身影上土黄色的光运一闪而过 整个人便如同一座巍峨大山 当空砸了下来 石木见状 自是不愿硬抗 身形一动 朝着后方退了开去 轰隆一声巨响 石木只感到大地一阵剧烈的震动 紧接着 就看到一圈土黄色的光芒 在白元老祖砸落地面的瞬间 震荡着朝他这边扫了过来 他下意识想要去抵抗 却发现 这道光晕似乎没什么力量 只是一晃便荡了过去 哦 这时 只听白元老祖一声咆哮 奔腾着冲了过来 巨大的拳头之上 亮起一道风锐金光 朝着石木砸了过来 石木心念一动 打算后撤一步 蓄力相抗石 但下一刻 却心中矩震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身子竟无法动弹了 他垂头朝身下望去 这才发现 自己的双足 已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石甲 与地面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这玄弓石甲 竟还有如此用法 石木心下惊奇不已 此刻 却也无暇多想 只得奋力提起右拳 朝着白元老祖砸了过去 砰的一声巨响 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力量袭来 石木只觉得 手臂骨骼咔咔作响 几乎折断 身子更是不由自主地倒飞了出去 由于其双脚还嵌在地面之中 整个人便如同一道巨大的梨滑 在地面上划出一道巨大的沟壑 将大片泥土 抛向地面两侧 在足足向后倒飞 出去了数百丈 压倒了数十棵参天古树后 石木这才勉强止住了身形 他虽然已经将大饭盘五针金运转到极致 虽然身形巨大 但在力量上 到底还是烧训了白元老祖一筹 石木站直身子 身上光芒一闪 九龙锁金甲附体而出 手腕一翻 如一冰铁棍从天机棍窍中拔出 表面金光翻滚下 化为数百丈长的擎天巨柱 被其紧握在手 即是必经之考验 就恕石木得罪了 石木深吸了一口气 冲白元老祖一拱手 恭敬说道 说吧 其大步向前跨出 手中冰铁巨棍金光大作 棍头所指 如同灵蛇出洞一般 直直点向白元老祖胸膛 白元老祖眼中 依旧是白茫茫一片 看起来浑浑噩噩 但行动却是异常迅捷 只见其身形一晃下 带着一连串残影的 横跨数百丈距离 出现在石木上空 巨大手臂一台 掌中一团金光 朝两侧延长 静止幻化出一根粗壮的金色巨棍 翻天棍 石木双目瞳孔一缩 没想到对方竟连磁宝都有 他心中念头急转 手上动作 却是不敢停下分毫 冰铁长棍 瞬间便抵达白元老祖左胸 白元老祖手腕一转 翻天棍向上一转 静止磕在了冰铁棍上 砰的一声巨响 石木只感到一股大力袭来 手腕一震 长棍便被打了回来 白元老祖有了这番天棍 力量自然远飞之前可比 恐怕这冰铁棍若非 经由天机棍桥加持 早就直接崩断了 石木借着这股力量 向后退开数百丈 而后吊转棍头 大步前奔几步 身形步步抬高 正是以圆挠攀原之姿飞至半空 而后棍身飞舞 打出层层金色棍影 凝成一座高达万丈的金色棍杉 朝着白元头顶压了下来 他此时这一世泰山压顶 以圆挠攀原为机 无论是气势还是威力 都更甚往昔 只将半空中的气流 都压迫得层层裂开 不断响起扑扑扑的空气暴鸣之音 白元老祖仰天一声咆哮 手中翻天棍一转 棍头直指苍穹 飞快搅动起来 一圈圈虚空泛起的涟漪 盘旋缭绕着 冲天而起 九天之上 厚重的云层 顿时在一股无形之力的作用下 飞速旋转起来 在高空中 形成一道巨大的云雾漩涡 下方犹如漏斗般 朝着金色巨山笼罩了过来 只见云雾漩涡越卷越快 越卷越快 最终竟然响起 隆隆的呼啸之声 竟便做了一道 威力绝伦的白色风暴 如同一柄巨大的钻头 朝着金色巨山上钻沿了下来 与此同时 石木的棍头 也已经破了下来 狠狠地砸在了 白元老祖高举的翻天棍上 轰隆 一声震撤天地的暴鸣声响起 两道巨棍相交之处 亮起了一团 无比耀眼的环形金光 紧接着 那道金光骤然一闪 瞬间扩大开来 向着四面八方横扫开去 只听一道呼啸风声响过 那些被金光扫过的树木山石 纷纷断裂 崩塌了开来 刹那间 整片虚空犹如被金光所笼罩 天昏地暗 宛如末日之景般 什么都无法看见 其中夹杂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 这金光 只是眨眼即逝 当金光脸去 整个秘境之中 除了白元老祖身后的那道瀑布 似乎被什么特别力量顾乎着 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外 周围一片狼藉 只见半空之中 一道巨大的影子划过 却是石木的身形 从高空中落了下来 轰的一声 落在了地面之上 砸出一个硕大无比的巨坑 其刚一停稳身形 手中巨棍 便立即往地上一处 一抚身 口中挖的一下 喷出一口鲜血 他虽然 受了不清的伤 但心中的震撼 却远比肉身来得重 白元老祖 刚才使得那一事 招数虽然有益 但其心中清楚 那正是一事 灭仙棍法的变招 只是他没想到 这一事从对方手中使出来 竟然有如此 汗天动地的巨大威能 石木心中念头急转 一连扶下树莓丹药 手中更是早已握着 一枚鲜品灵石 这才在最短时间内 将气息平稳了下来 其口中轻轻吐出一口气 双目之中光芒一闪 手中长棍一转 再度气身而上 朝着白元老祖袭了过去 白元老祖脸色一凝 口中爆喝一声 轮转着翻天棍迎了上来 石木一棍一棍递出 二十世通天棍法 被他接连使出 直舞得天地变色 风云狂卷 白元老祖双手狂舞 一棒一棒迎上 手下不紧不慢 将一世灭仙棍法 打出万千变化 石木所实战的棍法 虽使得十分娴熟 却也难抵眼前的白元老祖 每一朝每一世 都被其一一破开 但其虽然招招被破 面上却无丝毫脑意 更是越来越胜 他手中长棍轮转得越来越快 带出一片片连续不断的巨大棍影 直将他和白元 全都笼罩了进去 轰隆隆 又是一连串巨大的爆炸之声响起 无数金光溃散开来 石木的身影 也从中倒飞了出来 轰的一声重响 石木的身子 重重地砸进了地面之中 静止将地面上 砸出一个方圆百丈的巨大深坑 里面震荡起大片烟尘 然后下一刻 深坑之中 突然传出一阵粗重的鼻息声 听起来就如同内里 浮藏着一头绝世凶兽一般 第885章 傲视双元 吼 随着一声巨大的嘶吼之声响起 地面轰的一阵 一道巨大无比的白色身影 从深坑之中跃了出来 落在了地面之上 只见其身上长满了 粗长的白色毛发 口中满是参差交互的锯齿 双臂之上肌肉捧起 手掌尖端长得长长的利爪 看起来竟也是一头白色巨猿 那模样看起来和白云老祖 竟还有几分相似 不过若是观其双目 却是神光隐隐 筋芒暴射 昂首挺胸 不可一世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石木 他双手抬起 低下头颅打亮了一眼自己 似乎对着身体 还有些不习惯 我 我能化身弥天巨猿之躯了 石木口中喃喃说道 心中涌现出一丝复杂的感觉 虽说之前他已不止一次化身白云 但大多时候他 都是如同旁观者一般 对这副白云躯体并无掌控权 所以 此时是他第一次真正掌控 弥天巨猿之躯 石木下意识紧了紧握着的拳头 感受着从其上传来的力量 眼中渐渐浮现出一丝喜悦和兴奋之色 他抬起手 目光朝着面前的白云老祖望去 心中倒没多少沙发之气 反而更多的是感激之情 因为钟秀的缘故 使得他体内的石猴血脉觉醒 成为弥天巨猿 却似乎因为血脉不全的缘故 一直没能将通过大范盘五真经 将顺利化身真正的弥天巨猿之躯 没想到 今日机缘巧合下 不但让他对灭仙一棍 和九传玄弓的领悟更加精深 也激发了他的血脉变化 使得大范盘五真经更进一步 成功化身成了弥天巨猿 此时 白云老祖 却是静静站在原地 没有再攻击过来 白宫 石木定然不会负你所望 接下来就用这翻天棍来 向您讨教吧 石木冲着白云老祖失了一礼 郑中说道 说吧 石木重新直起身来 手腕一翻 一杆通体金光璀璨的长棍浮下而出 眼中透射出灼灼金芒 石木周身光芒一闪 身上倒到毛发倒数而起 一道赤红色的火焰 从其左臂之上掩斩而出 瞬间便覆盖了整个翻天棍 紧接着 一圈一圈火焰继续缠绕而上 将石木的巨猿之躯 整个身躯都包裹了起来 烈焰翻滚中 石木提表的九龙锁金甲 也被火焰覆盖起来 背后呼的一下 燃起一片长达数百丈长的巨大火木 那火木就如同一张巨大的火红色披风 在风中烈烈鼓荡着 气势不凡 与石木摇摇相对的白元老祖 此刻似乎也是心有所感 身上藤地一下子升起了金色的火焰 将其整个人包裹了起来 石木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金焰中传出的气息正在不断攀升 变得强大无比 一惊一刺两头巨猿 身上烈焰滚滚 四目相对 同时狂吼一声 一挺手中长棍 朝着彼此冲了过去 吼 石木口中爆合不断 眼中映出一片金光 翻天棍上嗡嗡作响 朝着白元老祖砸了下来 白元老祖却是倒替着长棍 斜扫而上 朝着石木挥了过去 当的一声巨响 两道长棍四缓十几地 猛然在半空中相磕 接着以二者为中心 周围方圆百里虚空 一阵剧烈颤动 一圈圈连一 朝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石木和白元老祖的身形 却是分毫不动 相持在了一处 一阵阵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浪 自两人身上发出 不断朝着四面八方膨胀扩大 直激荡的大片烟尘 朝着四周滚滚散开 石木眼中火光更盛 战役已经提至巅峰 下压得长棍呼的一转 棍端向上一条 直冲白元胸膛而去 白元老祖健壮 双臂紧握棍身 横棍向下一压 将石木的棍头压了下去 汤汤汤退开了树部 其身形刚一站稳 长棍便幡然一条 纵身跃起 朝着石木打了过来 石木见状 不退反镜 也是凌空跃起 与白元的身影 交错在半空中 缠斗起来 当当当 一连串金属香蕉的 巨大声音不断响起 高空中金翅 两色光芒焦香灰映 翩翩厚重的白色云团 都在这两色火焰的炙烤下 染上赤金之色 不多时便纷纷消散不见 漫天的赤金两色棍影层层交叠 只将整个空间都填充了起来 不止云层燃烧殆尽 就连天幕也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两人身下的地面 早已是动荡不已 无数山石蹦裂开来 大片树木被浮屠掩埋 就连那道瀑布 下垂的弧度 也变得更大了起来 秘境之外 大长老助力原地 目光眨也不眨得地 盯着那面黑色石碑 二长老白藏 则却是来回踱步 不时回头看向黑色石碑 并没有说话 此时距离石目进入秘境 也有不短时间 两人面色都显得有些凝重 然而就在此时 只听咔的一声响 黑色石碑之上 竟然裂开了树道缝隙 看起来就如同杂乱的珠网一般 彩儿立即惊叫起来 快看 你们快看 那石碑要裂开了 二长老白藏文言 连忙大步跨了上去 目光朝着石碑上的裂纹 仔细查看起来 片刻之后 其缓缓抬起头来 面色难看地摇了摇头 这是怎么回事 石头怎么还不出来 彩儿惊叫道 秘境里似乎出现了什么变故 似乎是有些空间崩塌的迹象 大长老陈寅说道 那怎么办 石头还在里面呢 彩儿文言 顿时有些焦急地叫道 进出秘境唯一的钥匙 就是石目手中的铁园令 我们帮不到他 白藏叹了口气说道 那怎么办 就什么都不做吗 彩儿叫道 不必惊慌 我们需相信石目 大长老郑重说道 彩儿知道多说什么 也是无用 张了张口 碎又停了下来 与此同时 秘境之内 早已经是混沌一片了 原有的天幕 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到处都是黑漆漆的裂缝 崩塌和碎裂开来的地面山石 背进风席卷着 会成了无数昏黄的沙暴 在整个秘境中肆虐 而所有混乱的中心 正是石目和白猿老祖 以弥天巨猿之躯 使用翻天棍 虽然实现上有所延长 但无论是对真气 还是对肉身的消耗 都是十分巨大 站至此刻 石目胸膛起伏不定 已经感觉有些后继乏力了 不过其双目神盲不减 其中透露着兴奋 就在此时 他眼中光芒一亮 手中翻天棍呼啸轮轮 脚下步伐幻动 身子就如同陀螺一般旋转起来 只见一片迷蒙棍影浮现出 幻化出道道纵横交错的残印 黑 白 青 黄 金 赤六色光芒顿时浮现 如同一道彩色的太阳 将石目整个人都淹没了进去 轰隆隆 混沌的天幕上 响起一阵震撤天地的雷霆之声 树道黑色粗打百丈的黑色闪电 从高空中砸落 看起来就如同扭曲的蛟龙一般 声势震天 形态恐怖 只见黑色的闪电蛟龙之中 六道彩色棍影闪现而出 一众压着一众 接连压迫而下 朝着白元老祖的方向盖了过去 而白元老祖那边 也早已经是雷影重重风暴狂卷了 那声势丝毫不比石目这边差 其手中金色长棍 带着数百道连续不断的残影 如同一面金色大旗一般 呼啸而下 在与石目的翻天棍撞击的前一秒 重合到了一处 轰的一声巨响 秘境之中 整片天地都为之一阵 然而足足有三夕时间 秘境之中都没有任何响动 似乎这一刻 连风似乎都凝固住了 短暂的宁静之后 紧接着便是席卷天地的狂暴震动 风卷 云散 山崩 地裂 山石土木层层溃散 运气烟尘寸寸消散 漫天的火焰四散蹦裂 如同流星群火四散杂落 漫天火雨之中 白猿老祖巨大的身影上 周身金光缭绕 表面符纹盘旋 正如同萤火一般 点点溃散开来 其空洞的双目中 在这一刻 却像是突然多了几分神采 闪着银亮的光芒 石目望着白猿老祖的庞然身影 心中五味杂陈 更多的却是感激 下一刻 其背后黑白双翼猛一煽动 冲入了天空中 不断坠落的团团火焰之中 此刻 他的身形已经恢复了人族模样 身上气息却有些不稳 飞行的动作也很不流畅 有好几次都差点被火焰砸中 整个秘境都已经陷入了 混沌无序的状态中 只有垂泻着那道瀑布的山峰 还稍稍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石目目光微宁 也顾不上补充灵力 黑白双翼不断鼓动 在火雨中来回穿梭着 朝着那道已经严重变形的瀑布中 飞了过去 而随着白元老祖的身影 完全消散开来 点点银芒逐渐变得透明起来 融入了周围的空间中 天幕中散落的电光逐渐消失 连同那不断杂落的火雨 也慢慢减弱下来 狂风渐渐止了 沙尘渐渐息了 就连天空中漆黑的裂隙 也逐渐弥合了 秘境正在一点点地恢复稳定 秘境之外 那面黑色石碑上的裂纹 也停止了扩大 上面亮起点点光芒 正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恢复起来 第886章 当时的渔村少年 秘境之中一片静谜 石木的身形 直接从瀑布中穿过 并落在了山洞之中 这里和自己首次进入石一样 没有丝毫变化 仿佛此前瀑布外发生的一切 都与这里无关 石木定了定神 目光朝前方望去 石台上 那个金色箱子 仍旧端端正正地摆在那里 表面隐隐散发出 隐隐金光 石木脸上露出一丝激动 脉步朝前走去 就在此刻 半空中虚空一闪 一个金白相间的 半透明虚影 浮现而出 石木微微一正 随即拱手行了一礼 拜见老祖 出现之人 正是白元老祖 正面带笑容地看着他 很好 你已觉醒显脉了 白元老祖说道 信不如命 石木笑道 你通过了试炼 这里面剩下的东西 也是时候交给你了 白元老祖一挥手 金色盒子缓缓打开 石木下意识平住呼吸 盒盖完全打开 里面是三个 差不多大小的玉瑕 分别是青 蓝 红三种颜色 他有些疑惑地 抬起脑袋 看向白元老祖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不必客浅 都拿出来吧 白元老祖说道 石木点了点头 将三个玉瑕都拿了出来 绿色玉瑕里的东西 你现在正好用得到 白元老祖说道 石木一眼将绿色玉瑕拿起 移开瑕盖 顿时盒子中散发出 银银绿光 同时一股奇特的气味 从果实上散发而出 扑鼻而来 他微微一震 定睛望去 盒子里躺着八颗绿色的果实 每一个果实 都仅有婴孩拳头大小 通体散发出淡淡的绿光 这光芒仿佛翻滚的雾气 从果实表现一散而出 在盒子上空轻轻飘荡 之前的气味正是从中散出 石木嗅着这个气味 精神呼得一阵恍惚 连忙摇了摇头 这才清醒过来 细细打量之下 却发现 盒子中并非是八颗果实 准确地说 应该是七颗半 因为第八颗果实表面 明显被咬掉了一大口 只剩下不足三分之二的样子 他抬起头 问道 老祖 这是什么果实 此物名约月神果 对于晋阶神境 有大有弊异 白元老祖说道 这便是号称 里面蕴含三千天地大道之一 圣阶巅峰者 若能服用一颗 便能有望悟到 晋阶神境的月神果 石木先是一阵 继而惊喜交加地说道 对于月神果 它可算是九闻大名 当初迷阳新玉三大圣地 大费周章地探索苍月圣境之行 其目的便是为了寻找这月神果 白元老祖 怎么会有这果子 而且还有七枚半这般多 哼 哪有传闻中那般神奇 这月神果 不过是能提升 晋阶神境的几率而已 服用一颗 便能晋阶神境的东西 在这一阶根本不存在 即便有能够使人 强行晋阶神境之物 也并非是什么好东西 白元老祖 摇头失笑道 只能提高几率 石木眉头一皱 自然 你天资实则一般 不过这里有七颗丸整月神果 相信与你悟到化神 会有不少帮助 白元老祖说道 石木闻眼点了点头 平复了一下心境 伸手拿起一枚月神果 老祖 这月神果有何功效 我是否需要 用自身蒸汽配合 他没有立刻服食 问道 有何功效 你服用后 自然明白 白元老祖说道 石木听闻此话 点了点头 不再犹豫 将果实放入了口中 果实入口即化 化为一股微凉的气流 飞快地融入他的体内 下一刻 石木只觉眼前一切 突然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脑海中也迷蒙一片 仿佛坠入梦境 他心中大惊 连忙催动神石之力 护住神石海 竭力保持清醒 不过 这股迷蒙之感来得太过强烈 以他现在的精神力 也完全无法抗拒 几个呼吸之后 便彻底泥湿 不知过了多久 石木精神慢慢恢复清明 他努力摇了摇头 随后朝着周围看去 发现周围是碧蓝色的天空 挨挨白云缓缓移动 他微微一正 然后低手看了一眼 顿时一恶 此刻的他 整个人身体 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状 悬空而立于半空 下方是一片 建于海边的 稀稀疏疏疏的木屋子 看起来大都很是破旧 这里应该是一个小渔村 此刻正是晌午 村中人头攒动 似乎正在忙着 自己手中的活迹 这些人衣衫大多有些破旧 脸上皮肤 因为长期被海风吹拂 呈现出一种 黑里带红的颜色 就在此时 村民中爆发出一阵骚动 却是一辆装饰华丽的 华丽马车 从村口长驱而入 并在不少人的注视下 停在了一间破旧木屋外 周围的人渐渐围了上来 但并不敢太过靠近 对着华丽马车和小屋 指指点点 兴奋地议论着什么 石木看到这里 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下方的这个渔村 他太熟悉不过了 正是从小长大的偏僻故乡 远处的那些村民 都是他的乡亲 不过那些人 似乎完全没看到 站在半空的石木 他心中顿时 一阵恍惚 他清楚地记得 自己此刻应该正在 弥天巨猿一族的秘境之中 才对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渔村里 难道是浮食月神果后 陷入了幻境中 石木心中暗道 老爷这次病得很重 很可能撑不过去了 所以夫人才派老奴前来 接识少爷过去 好能见老爷最后一面 就在此刻 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 从下面的小屋中传出 半空中 石木神情再次一变 似乎想起了什么 身体飞了下去 静止穿过了木屋 进入了其中 他对此虽有些错愕 但此刻却无暇去多想 木屋之中 两个人影相对而战 一人是个青山老者 而另一个 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浓眉大眼 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破旧衣衫 隐约能看到 的肌肉 这 我这是回到了从前 半空中 石木不禁喃喃自语道 这十三四岁的少年 不正是当时的自己 不过无论是青袍老者 还是少年石木 都没有看向石木 似乎他是不存在一般 少年石木双拳紧握 眼中满是冷色 开口道 既然他抛弃母亲这么多年 现在又何必再来 认我这个儿子 回去吧 我不会跟你去金家的 可 石少爷恐怕误会老爷了 其实老爷这些年 之所以一直没有再回村子里 其实是有苦衷的 青袍老者说道 哼 你就算说的天花乱坠 也改变不了 那人抛弃妻子的事情 少年石木 冷冷打断了青袍老者的话 半空之中 石木看着下面的少年石木 眉头呼的骤气 他不知为何 能清晰感受到 少年自己的心中所思所想 愤怒 悲伤 脑恨等等情绪 源源不断地传递到了石木脑海中 让他颇有些不习惯 怎会如此 石木暗道 随即运转神魂之力 很快将这些情绪波动的影响压下 他朝着周围看去 眼中透出疑惑之色 月神狗为何幻化出这个幻境 让自己返回从前 再经历一次当年的事情 莫非这就是月神狗的功效 石木思量了一阵 没有想出什么玄机来 便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下面 少年自己和青袍老者的对话还在继续 不过石木一时走神 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 不知那青袍老者说了什么 少年时传递过来的恨意 竟然消散了大半 石少爷 你和老爷之间的事情 我这个下人所知不多 也不便多言 只是老爷现在重病卧床 恐怕坚持不了太久 若是错过这个机会 恐怕你们再无相见的机会 青袍老者说道 少年石木眉头一皱 漠然下来 半空之中 石木脸上露出一丝诧异 眼前的情形 不知为何 和当年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而且 我觉得 你的母亲 应该也会希望你能去见老爷最后一面 青袍老者继续说道 少年石木豁然抬头 眼中似有火光闪过 青袍老者目光平和 显然所说此话 绝无他意 少年石木眼中 夺目光芒慢慢退去 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半空之中 石木看向少年自己 他清晰地感应到 少年自己心中的挣扎 犹豫的思绪 青袍老者等了许久 少年石木仍是一言不发 既如此 我三日后再过来 到时候 石少爷再给我答复好了 青袍老者叹了口气 转身朝着远处走去 等一下 少年石木眼神一闪 站了起来 开口说道 青袍老者身体顿时停住 转过身来 目光中带着垂巡之意 我和你去金家 少年石木如此说道 好 他好了 老爷见到石少爷 定然会非常开心 青袍老者大喜 连忙走出屋子 吩咐了一声 不远处停着的马车顿时 在一名黑衣骑士的指挥下 停靠了过来 少年石木 则在青袍老者的公营下 走出房门 周围围观的渔村村民见此 议论声似乎更大了几分 他回头看了一眼后 深吸一口气 转身力索地登上了马车 在青袍老者的一声令下 一行人簇拥着马车 在村里人的指指点点下 离开小渔村 沿着一条大道 朝着前面奔驰而去 第887章 不一样的岔路 半空之中 石木看着下方发生的一切 神情有些异样 他刚看到此景之时 有些错愕 但继而心境不知不觉间 有了几分变化 此刻的情形 竟和当初 自己所经历的不同 他眼神闪烁 身体飞了出去 飞快穿透 以驶离小渔村的马车 进入了里面 马车里面只有青袍老者 和少年石木二人 少年石木背靠马车 闭目而坐 神情平静 似乎睡着了一般 青袍老者也安静地坐在一旁 没有开口说话 马车 不时轻轻颠簸起伏 路路前进 马车一路奔驰 一行人走了月许 再穿过了几座城池 终于来到了封城 进入城池 马车速度丝毫不减 一路朝着城内 一个方向奔驰而去 片刻之后 在一座庭院门前停了下来 石木飞出马车 站在半空 朝着前面的庭院看去 前面一大片宅院 都是金家的府邸 眼前这个小院 处于略显偏僻的地方 石少爷 到了 青袍老者跳下马车 说道 少年石木点了点头 也走下马车 他们到来的消息 似乎早已提前 告诉了金家之人 此刻院落外 站了几个人迎接 为首的是一个金袍老者 看起来是个管家 金兄 老爷现在情况如何 青袍老者迎了上去 问道 情况不是很好 老爷现在凭借一缕真气 硬撑着 恐怕 也撑不了多久了 幸亏你们来的还算及时 管家说着 少年石木听闻此话 身体震动了一下 不过立刻便恢复了平静 他就是 管家看向少年石木 是的 这就是石木少爷 快带我们进去 青袍老者有些焦急地说道 管家点了点头 带着两人走了进去 少年石木悄悄握紧袖子里的拳头 眼中闪过一丝激动之色 半空之中 石木慢慢跟上来 平静地看着下面的一切 三人穿过两个院子 来到一处干净雅致的庭院 一股浓重的药味 从房间里传来出来 石少爷 老爷就在里面 青袍老者说道 少年石木点了点头 迈步走进院子 管家和青袍老者 没有跟进来 他很快来到厅堂 从这里能看到 里面卧室大床上 躺着一个中年男子 一个雍容淡雅的妇人 在一旁服侍着 听到脚步声 雍容妇人看了过来 脸上露出一丝异色 正是真姨 你是石木 真姨上下 打亮了一下少年石木 说道 少年石木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床上那人 床上的中年男子 听到声音 身体震动了一下 有些艰难地转过头 半空之中 石木心中一震 看向床上那人 中年男子面色枯高 脸颊深陷 毫无一丝生气 只有昏黄的眼睛里 还有一丝神采 并在见到少年石木后 似乎亮了一下 木耳 中年男子嘴唇微动 吐出两个嘶哑的字 真姨美眸一闪 慢慢从里屋走了出来 朝着外面走去 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少年石木眼中 露出一丝复杂之色 犹豫了一下 走了过去 中年男子看着少年石木 眼中神采再次亮了一分 你长得不怎么像我 更像你的母亲 中年男子竭力露出笑容 艰难地开口说道 少年石木听到父亲提及母亲 身体僵硬了一下 眼中闪过一丝怒火 不过看到中年男子现在的情况 又强行忍了下来 木耳 我想问什么就问吧 不必顾虑 中年男子看到石木的神情 问道 好 那我就问一句 你当初为什么离开母亲 少年石木沉声问道 中年男子没有立刻回答 仰头看天 好一会才慢慢开口 我原本不是那个渔村之人 甚至不能算是大齐国的人 幼年居住在大齐和大盐国交界的一个小山村 从小喜欢习武弄棒 渴望有一天能够成为一名强大的舞者 18岁的时候 我离开山村 开始在外面闯荡 半空之中 石木眼中露出惊讶之色 关于他父亲的事情 母亲当年一直没有告诉他 原来父亲的身世竟然是这样 中年男子说到这里 停了下来 微微有些喘息 似乎说话 对他来说已经是极为费力的事情 少年石木眼见此景 嘴角微动 不过还是没有说什么 为了追求舞蹈 我走过很多地方 虽然吃了不少苦 但也收获了不少 我的资质不算差 25岁的时候 终于一举达到了先天境界 中年男子休息了一会 继续说道 说到这里 他眼中闪过一丝自傲 少年石木眼中露出惊讶的神色 半空之中 石木双眉也高挑了一下 如此年轻 便能达到先天境 自是意气风发 一时得意忘形 忘了天高地厚 和另一个先天高手 因为一点小事起了争执 动起手来 我实力虽然略高他一筹 将对方击杀 然那人临死反击 也将我重伤 落入大海 漂流到你母亲所在的那个小渔村 是你母亲将我从海中救出 带到了村子里 中年男子眼中 浮现出一丝温柔 就在此刻 他脸色忽然一变 拱起身体剧烈咳嗽了起来 少年石木脸色一变 忍不住走到床边 人影一花 真仪 轻袍老者 还有那个管家三人同时 出现在屋外大门前 轻袍老者脸色大急 便要朝里面走去 不过被真仪伸手拦住 十郎现在想和他的儿子单独见面 还是不要进去打扰他们 真一脸上满是怜惜和担忧 不过他仍是深吸一口气 说道 可是 轻袍老者眉心紧锁 说道 无妨 我刚刚给他扶下了一枚清灵丹 暂时不会有事 真一说道 他话音刚落 屋内的咳嗽声慢慢停了下来 屋外三人轻舒了一口气 真一挥了挥手 三人朝着远处走去 屋内 中年男子喘息了一挥 慢慢平静下来 脸上浮现出一阵红韵 你 若是难受 就不用说了 少年拭目低声说道 让我说下去 否则以后 可能都没有机会了 中年男子笑了笑 说道 此时 他的精神看起来好了一些 半空之中 拭目心中一沉 这是回光返照的情况 他一直细心照顾我 我从未遇见过 像他那般温柔如水的女子 让我心安 我们很快相爱澄清 并且有了你 那一段时间 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岁月 中年男子继续说道 眼神中透出幸福神情 既如此 你为何还要离开 少年拭目 还是忍不住插话问道 家庭虽然让我幸福 不过我心中 却一直有一件事 让我无法释怀 中年男子叹了口气 说道 什么事情 少年拭目不禁问道 那次重伤 虽然后来伤愈 但是我的修为 却跌落到了后天境界 虽然有了你们母子的日子 让我很满足 不过 我一直想要恢复到先天境界 而且 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 在你三岁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提出 离开小村的想法 中年男子说道 半空之中 拭目眼中 现出复杂的神情 原来当年父亲离开 是这个缘故 对于父亲的选择 他此刻竟然没有 多少不满和怨怪 同为舞者 他明白 力量的诱惑 是何等之大 少年拭目嘴角抽动了一下 不过也没有说什么 想要恢复实力并不容易 我寻找了很久 还是一无所获 最终因缘际会 来到了丰城经家 并遇到了岳真 说起来 岳真与我并非素未谋面 数年前 我曾无意间出手救了他一命 他本有机会 进阶先天境界 但是他为了能助我恢复 他放弃了这个机会 可惜我也没能恢复实力 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 最后我入坠了经家 中年男子 神情平静地陈述道 少年拾目默然而立 面无表情 拾目从半空缓缓落到地上 看了少年自己一眼 他此刻清晰地感受到了 少年心中的情绪 其中充满了各种情绪 更多的是矛盾 我为了追求舞蹈 狠心离开你们母子 而且又另取他人 更负心薄心 和你说这些 不是想辩解什么 更不奢求你的原谅 你能够在我死前来 见我一面 我已经很满足 中年男子 气色慢慢变得灰败 说话再次困难起来 你 别说话了 少年拾目眼角抽动 开口说道 中年男子眼中 闪过一丝心慰 眼睛看向床边一个柜子 你打开那个柜子 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中年男子说道 少年拾目一正 犹豫了一下 不过还是走过去 打开柜子 从里面取出一个白色信封 那是开元五月的入门推荐信 算是我对你的一点补偿 你要努力修炼 不要浪费了这个机会 中年男子声音越来越低 石狼 一个人影 从外面快步走了进来 正是真姨 脸上挂满泪痕 她旁边还有一个 比少年拾目小一些的女孩 正是石玉桓 月真 此生我亏欠你太多 木儿和玉桓以后 以后都要拜托给你了 中年男子看着真姨 缓缓说道 抬起手 想要轻抚真姨的脸颊 她手抬到一半 呼得无力地垂落了下去 石狼 悲气地哭声响起 少年石木虽然没有说话 但脸上 也流出了两行青泪 第888章 陌生的自己 石木身处半空 亲眼目睹了下面发生的这一切 默默转过身 眼中不觉已泛起一丝晶莹水光 下一刻 她身体豁然冲天而起 一闪之下 便穿透了屋顶 来到了外面 她悬空站立 眼睛望向远方的碧蓝天空 深深呼吸 神情渐渐恢复了平静 石木轻轻摸着胸口 里面某处一直空白的地方 似乎在前一刻被填平了 她不由摇了摇头 尝出了一口气 当年 因为她的偏执和怨愤 导致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虽然她之后表面上没什么 但其实此事 一直是潜藏于她心底深处的遗憾 此刻经历的这一切 终于使得这个遗憾被消除 她看着眼前这个世界 眼中浮现出一丝 若有所思之色 或许 这便是月神果 幻化出这个世界的用意吧 进入这个幻境 已经快一个月 石木经过了一开始的好奇 并经历见到自己父亲的这一幕 渐渐感到几分厌烦 然而 她尝试了很多方法 竟然都无法脱离幻境 不仅如此 还有一点 她还无法离开少年石木太远 距离超过一个限制 差不多是百丈左右 便会有一股无形之力 束缚住她的身体 将其拖拽过去 自己对此 无能为力 看来这个幻境 是要自己一直跟着那个少年自己 那便跟着好了 石木喃喃自语 飞身落在了下面的院中 三日后 金家举行了石父的葬礼 石父这些年 为金家立下了不少汉马功劳 更是创下了不少产业 不少金家中 与之平素 关系交好或尚可之人 也来参加了葬礼 不过根据石木的观察 这些人也并非都是怀有好意 不少人试图染指石父留下的那些产业 不过金月珍力排众议 将那些产业尽数归结到少年石木名下 使得少年石木对这位出剑的姨娘成剑减轻很多 三个月后 封城城郊一处庄园之中 传出一阵兵器破空之声 庄园某处的演武场 少年石木正拧着朝阳 挥舞一柄青色钢刀 一道道雪亮刀影 在他身周缭绕 散发出森森寒光 先带着赫赫风声 突然 少年石木眼睛一眯 射出两道冷光 身形一晃 掠过旁边几具树立的稻草人 手中刀势急了一倍 一片灿烂刀芒骤然绽放 擦擦擦 一排稻草人中 有六个稻草人脑袋同时冲天飞起 掉落在一旁 一溪六斩 木哥哥你的这套疾风奔雷刀法 差不多已经小成了 一个黄山明眸少女 不知何时出现在旁边 拍手说道 少年石木收刀力 看向明眸少女 脸上露出一抹灿然笑容 玉环 你怎么有空来我这脸 来看看你啊 再过半年就是开园武院招生考核 你可不要落榜了 石玉环嬉嬉笑道 放心吧 少年石木自信一笑 这三个月里 真一给他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炼体药材 又请了五道高手指点 他修炼 此刻他已经达到脆体八层巅峰 再有半年时间 他有把握达到脆体十层 考入开园武院不成问题 这么有信心 那好 我们比试一下 看见 石玉环弯跃眉一条 手一碗 一柄青光四射的长剑出现在手中 剑光一闪 迅疾无比地朝着少年石木刺来 在半空拉出一道雪亮光线 少年石木神情一速 挥一刀上迎 两人站在了一起 半空之中 石木静静看着下面的二人 心中五味杂陈 半年之后 开园武院内一座青石高台 两个人影机站在一起 十分适合 二人动作都是极快 幻化出一道道 令人眼花缭乱的残影 不时传出冰刃相撞的声音 两人中 一人是个青袍少年 正是少年石木 人手持一柄长刀 幻化出一道道刀光 迅猛无比 正是那套疾风奔雷刀法 不过威力 比起半年前大了许多 刀光笼罩了身前数丈范围 当真仿佛一道道雪亮闪电 他的对手是个 看起来有些木讷的方面青年 身穿开园武院服饰 手持一柄长剑 施展一门剑法 这门剑法温润绵密 仿佛和风细雨一般 见光不离身前三尺 看似慢吞吞 却轻轻松松将少年石木 所有刀法尽数接住 高台附近站了不少人 大部分是一些十几岁的少年 石玉环赫然在其中 看着台上的两人 眼中露出一丝紧张 石台另一边 是几个身穿开园武院服饰的 中年男子 目光也看向高台上的二人 少年石木连弓一阵 丝毫没有效果 脸上露出一丝焦急 他低喝一声 手臂陡然变得模糊起来 八道雪亮刀影浮下出 朝着对面方面青年劈去 咦 一膝巴掌 台下一个眼睛细长 留着浅浅求须的中年男子 轻易一声 其他几个中年男子互望一眼 点了点头 擂台之上 方面青年眼睛也是一凝 手腕一动 手中长剑也幻化出八道剑影 赢了上去 轰轰轰 一连串的闷响 刀影剑影同时散去 少年石木身躯大阵 登登登连退了几步 这才站定身体 对面的方面青年气定神闲 身体晃也没晃一下 点 一个清脆的铃声响起 停 两人顿时停手 后退站好 少年石木脸上露出些许紧张 看向台下那几个中年男子 通过考核 那几人低声商量了两句 一个人开口说道 少年石木脸上顿时露出兴奋之色 台下石玉环也喜新于色 不远处的人群外 石木站在一根粗大石柱前 静静看着眼前的一切 这个自己最熟悉的自己 似乎渐渐变得有些陌生 十年之后 大气国京城 一对身穿厚重黑色铠甲的武士 骑在纯黑色战马上 从一条大街缓缓而过 这些人神情彪悍 目光冷峻 显然都是酒精沙场的虎狼士兵 最前面的是一个身形高大之人 身穿黑色龙形战甲 头上戴着一个金刚头盔 遮住半个脸 看不清容貌 不过感觉年纪并不大 似乎是个青年 他腰间悬挂着一柄漆黑魔龙战刀 刀身比寻常战刀长了一半 刀柄是龙头形状 虽未出鞘 却散发出一股森然杀气 是黑龙卫 听说他们这次出京 是剿灭盘踞在麒连山的 盗匪团伙黑风盟 看来是大胜而归啊 那当然 黑龙卫的首领 可是我们大气国最年轻的护国武士 魔龙刀石木大人 玉丰的一品将军 小小的黑风盟 又启示对手 附近人群议论纷纷 目光都看向最前面的黑甲青年 眼中满是崇敬和憧憬 黑甲青年面无表情 驱马前行 一行人很快来到一座府底外 府底上挂着一块匾额 上面写着石斧两个大字 黑甲青年翻身下马 取下头上盔甲 露出一个坚毅脸庞 正是石木 鱼勇 你带着黑龙卫会屯锁 兵部那里 也有你去汇报一下 他对身旁一个光头黑甲男子说道 是 大人 光头男子连忙答应道 石木转身朝着府底走去 先去偏听脱下 身上的甲皱 换上一件宽松的武士袍 来到了那堂 夫君 一个翠山倩影 急掠过来 扑进石木怀中 石木脸上露出爽朗笑容 张开双臂 一下抱住翠山倩影 转了两圈 才将其放下 府中的下人 自觉地远远避开 倩影是一个绿山女子 是个罕见的美人 更难得的是 眉目间有着女子中 少见的一股阴气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这也太轻弱了吧 子儿大嫂 你可是朝廷清风的 告命夫人 举止须得符合礼仪 哪能这般随便 一个略带几分 戏谑的悦耳声音响起 一个鹅黄衣衫女子 从偏厅走了过来 看起来二十出头 容貌颇美 赫然正是石玉环 玉环 你也在 石木放下绿山女子 对石玉环点了点头 怎么 不欢迎吗 石玉环单手插腰 杨坐生气地说道 在下哪敢 你现在可是 玄武宗的内门弟子 便是我们大齐皇帝见了 也得客客气气 更何况我这个小小的将军 石木口中这般说着 神情却带着笑意 石玉环给了石木一个白眼 好了 你们兄妹两个 别光顾着斗嘴 夫君 你赶了一天路 肯定累了 我让下人去给你烧些热水 先沐浴一番 解解乏 子儿细心地说道 朝着外面走去 石木看着娇气的身影 眼中闪过一丝满足 你不是在玄武宗吗 怎么会到京城来 他坐了下来 看向自己的妹妹 哦 接了一个宗门任务 顺便过来看看 石玉环也坐了下来 收起了嬉笑的神情 咦 你的修为进展不少 已经到了后天巅峰了 看来过不了多久 便能开启气负 进阶先天 玄武宗自圆封后 果然名不虚传 石木上下打亮了妹妹一眼 微压地说道 大哥 你这是在讽刺我吗 当年你刚到京家 我的实力可是在你之上 现在却比你低了 整整一个大境界 石玉环美好气地说道 我当初能进阶先天 不过是机缘巧合 后续乏力 这些年 我的修为一直停滞不前 被你追上是迟早的事情 石木呵呵笑道 第889章 一声叹息 大哥 你是因为缺乏资源 修为才无法进步 其实你只要加入玄武宗 以你的本事 定然能成为长老之一 到时候宗内资源随你支配 假以时日 你有可能修炼到 传说中的地阶境界呢 石玉环说道 地阶 哪是你说的那般容易 石木淡淡一笑 不置可否地说道 大哥 我真是不知道你心中如何想的 以你的资质 进入宗门大有可为 何必留在世俗中 做一个朝廷的将军 石玉环闷声说道 人生于世 未必一定要追求太多 我现在有子儿 相亲相爱 平平安安 美满一生 岂不是很好 进入宗门 虽然能获得一些力量 但是朝不保夕 又有何幸福可言 石木耸了耸肩 说道 于府 石玉环被石木一连串的话语问道 无言以对 豁然站起 哼了一声 朝着外面走去 石木摇头一笑 端起桌上的茶杯 抿了一口 清新的茶香充斥口中 心中甚是满足 大厅角落 一个透明人影静静站立 平安一生 真的幸福吗 人影难难自语 石玉环没有在石府多待 当天便离开了 事业 石府寝室大床之上 石木和子儿 穿着轻薄的睡衣 相拥在被窝中 说着贴几话 夫君 你此次奉旨剿灭黑风盟 可还顺利吗 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子儿仰头看着丈夫 问道 顺利得很 击杀了黑风盟的三位盟主 其他有名有姓的盗匪 也抓了大半 剩下的人也都四散去 不成气候了 石木笑着说道 三位盟主 我听说黑风盟有四位盟主 号称奇连四恶 怎么少了一个 子儿有些好奇地问道 他出身青州的一个武林世家 对江湖上的事情 自也知道不少 辅助的是大恶 二恶 三恶三人 围剿之时 没有看到四恶 应该是碰巧不在 不过朝廷已经发布了海埔文书 抓到他是早晚的事情 石木说道 子儿点了点头 夫君 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他轻咬了一下嘴唇 眼睛晶莹发亮 说道 什么事 石木挑了挑眉 问道 我有了 子儿脸上泛起一丝娇羞 轻声说道 什么 石木闻言一正 似乎没听清 我说我怀了你的骨肉 子儿轻声重复了一句 真的 什么时候的事情 他豁然做起 脸上满是狂喜之色 就在前几日 我心中时时放偶 便去看了大夫 大夫说是喜脉 子儿脸上 也浮现一丝喜色 说道 太好了 太好了 石木激动的有些语无伦次 将子儿紧紧拥进怀里 也不怪他如此激动 修炼之人 本就属逆天夺命之举 代价便是子嗣艰难 修为越高 越是如此 子儿也搂住石木的身体 两人心中都充满了无比满足 感谢上苍护佑 我们明日便去城外天王寺还原 石木说道 子儿用力点了点头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石木便带着子儿 轻装出门 朝着城外比瑞山而去 比瑞山是京城外的一座名山 山上庙宇众多 香火旺盛 非但是寻常百姓 京城的王宫贵族 也时常来此 天王寺是比瑞山上 最大的一座寺庙 此刻虽然还是早晨 不过已经来了无数香众 穿梭不停 人声鼎沸 手持香烛 跪拜礼佛 殿内殿外 起码也要数千人 香火鼎盛的难以想象 石木和子儿 也随着人群来到大殿 跪拜还原 同时祈求平安幸福 还原之后 两人不愿待在气息污浊的 拥挤大殿 在比瑞山上 信部游览了起来 此刻正直出下 树荫 头下片片影子 山风袭袭而来 甚是舒服 两人缓步而走 很快来到后山 视野陡然开阔 让人精神一震 此处地处偏僻 除了他们 再无其他人 又走了片刻 一阵哗哗水响传来 一道瀑布悬挂在前面山间 水雾飞雾 震撼而美丽 子儿 走了许久 你口渴了吧 这山泉水质颇好 我去为你取一点过来 石木细心说道 好 子儿焉然一笑 石木身上随身带有水袋 脚下一点 身体弹射而出 几个跳跃 很快来到瀑布边 装了些凉水 正要返回 就在此刻 前方瀑布陡然炸裂 一道血量弯刀电射而出 只取石木要害 偷袭之人是一个黑衣男子 脸上蒙着黑金 只露出一双胸光四射的眼睛 石木一领 脚下猛然一踩地面 轰隆一声 脚下的一块岩石 硬生生被他踩得爆裂开来 身体竭力急速倒射而出 闲闲避过这一道 不过他的脸颊上 终究被刀器锁伤 划出了一道伤痕 先天高手 石木脸色瞬间变得浓重 守在腰间一抹 一柄薄如蝉翼的黑色软刀 他手臂一抖 软刀立刻绷直 浮现出持续长的黑色刀芒 黑衣人飞扑了过来 手中弯刀也绽放出白色刀芒 呼啸地斩向石木 石木嘀喝一声 挥刀上迎 白色弯刀呼得一闪 消失无踪 如同鬼魅一般在空中变化位置 让人难以把握 石木脸色一变 手中黑刀一闪幻化出 十几道刀影 和白色弯刀 连续碰撞了十几次 暂时分开 鬼影刀法 你是黑蜂萌的四恶 石木黑刀横在身前 沉声道 黑衣人宁笑一声 没有否认 石木眼睛眯了起来 黑蜂萌的四位盟主 都是后天巅峰 没想到 四恶竟然突破到了先天境界 就在此刻 一声惊呼从远处山道上传来 正是子儿的声音 石木脸色大变 豁然转身 朝着那里飞奔而去 姐姐姐 想救那女人 晚了 四恶突鹰一般 从后面飞扑而至 手中弯刀光芒大放 斩向石木的脑袋 石木飞奔之中 骤然转身 身体竟然丝毫不躲 手中黑色软刀刀芒大放 猛然一挥 一道黑色弯月 刀芒飞射而出 斩向四恶的脖梗 竟然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四恶大惊 顾不得攻击石木 闪身躲开那黑色弯月刀芒 石木一招逼退四恶 转身发足急奔 全力朝着子儿所在之处而去 子儿所在的山道 本就距离不远 几个呼吸便出现在她的视野中 山道之上 子儿被三个同样 穿着黑衣的人影围住 子儿实力虽然也不算弱 但此刻已一敌三 早已落入下风 连连遇险 手臂上已被划出了 一道不深不浅的伤口 鲜血淋漓 住手 石木深吸一口气 脖子瞬间粗大了几分 发出一声目吼 声音巨大 十余帐外的树林 也猛然震颤了一下 发出哗哗的声音 围公子儿的三个黑衣人 身体一震 动作停了下来 石木目光一闪 趁机脚下一点 整个人化为一道黑影 直扑向那三个黑衣人 就在此刻 一道锐利刀光从旁边刺来 是四恶赶了上来 这刀光又细又长 诡异之极的不停变化 仿佛一头灵蛇 刺向石木后心 石木脸色一变 不敢轻视 停下身体 挥一刀抵挡 两人动作都迅疾无比 转眼间交手数招 快 将那个女人杀了 四恶大喝一声 围公子儿的三个黑衣人 攻势立刻加紧 转眼间 子儿身上便又多了几处伤口 石木目自欲裂 狂吼道 滚开 他手中黑刀刀光大胜 数十道刀影浮下出 朝着四恶劈去 丝毫不顾及自己 完全是薄命攻击 四恶 脚下一点 飘身后退 不过他呼的一挥手 三道白色飞刀脱手飞出 却是打巷子 石木豁然变色 飞刀摩擦着空气 发出刺耳的尖啸声 速度极快 转眼间便到了其身前三尺 石木大吼一声 一拳轰出 一道黑色全影流星般 飞射而出 闲闲赶上 三声翠响 三柄飞刀被击飞 噗哧 石木分心的瞬间 一道纤细血量的刀光 划过了他的右臂 血光乍现 他的手臂冲天而起 与此同时 四恶的身影鬼魅般 欺身过来 眼中凶光大放 一掌劈在他的胸口 噗 石木偌大的身体飞了出去 胸口一阵炒豆般脆响 胸骨塌陷了一大片 口中鲜血狂喷 重重摔倒在地上 几乎同时 一声惨叫从旁边传来 子儿身体倒在了地上 胸口被一柄长剑刺穿 鲜血蜂拥而出 子儿 石木一时慢慢模糊 看向不远处的倒地的妻子 无尽的悔恨 充斥了他的身体 若是他实力再厉害一点 若是他肯放弃安逸的生活 进入玄武宗修炼 今天的一切都将不同 死吧 他残留的视觉 看见一道灿烂刀光划过 整个人陷入了黑暗 半空之中 石木静静看着这一切 他早已尝试过 自己无法干涉幻境中的一切 看着已经没有气息的自己 他眼神闪过一丝异样之色 石木能感觉下面的自己 最后无尽的悔恨 贪图一时的安逸 便是这般下场吗 虽然拥有了幸福 却没有保护的能力 他喃喃自语着 似在叹息 又似在思索 就在此刻 眼前的世界轰然碎裂 化为一片虚无 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 包裹住石木 将其吸了进去 第八百九十章 那错失的转身 上 一阵天旋地转后 石木豁然睁开双眼 发觉自己 已经重新回到了 秘境洞窟之中 他有些愣愣地看着前面 虽然已经回到现实 不过经历了幻境中的一切 他仍有些恍惚 心情更是久久不能平静 石木摇了摇头颅 轻忽了一口气 平复下心绪 随后朝着周围看去 眉头微微一挑 洞窟中的其他一切 都丝毫未变 似乎幻境之中 经历了许多年 实际上 却只是过去了一瞬间一般 不过白元老祖的身影 却消失无踪 石木眉头皱起 眼神中满是困惑 直到此刻 他还是有些不明白 刚刚的幻境到底是何意 他原本打算询问一下 白元老祖 谁知他突然消失 石木微一沉吟 再次考虑了片刻 仍是毫无头绪 便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他神识查探了一下 体内的情况 脸上一震 随即露出大喜之色 不知不觉间 他体内的真气 竟精进了一大截 不过这些真气 却在体内流转不息 不断冲击着体内各处 显然有些不稳 石木深吸了一口气 心念一催 运转起功法 哼 他刚一运转功法 四肢百海中的真气 立刻自行流动 朝着灵海中涌去 隐隐有凝结的去世 石木心中一喜 这是开始冲击神境的征兆 他连忙闭上眼睛 运转功法 刺目的光芒亮起 将他的身体笼罩在了里面 整个山洞内部 被照耀得犹如白昼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足足小半日过去 石木身上的光芒慢慢暗淡 最后消失无踪 他睁开眼睛 眼中却浮现出失落的神情 这次冲击神境 以失败告终 石木叹了口气 看向身前的盒子 里面还有六颗半月神果 静静躺在里面 精神顿时一震 神境瓶颈 果然不是那么容易突破 不过幸好这里 还有六颗半月神果 他有些自嘲地喃喃自语 随后伸手过去 将第二枚月神果拿了起来 牙齿是破果皮的瞬间 一股清凉的枝叶 顿时一满齿颊 石木只感到神识一阵迷蒙 很快便在一种奇异的香气中 沉沦了进去 半晌之后 石木双木悠悠睁开 身子微微一动 却发现手脚落处 皆是一片空虚 此刻他正如同灵体般 漂浮在半空之中 有了第一次的经历 他眼下的情况 倒也不再有什么不是 在他身下的 是一片树木繁茂的园林 在漆黑无悦的夜幕笼罩下 显得有些幽静 目光四下扫视下 发现周围满是错落分布的灌木和桥木 环境十分静密 除了偶尔几声低微的虫鸣 便再听不到半点其他声响 呼 一阵风起 吹拂得一从芭蕉左右摇曳 飘身在半空中的石木 也不由地感受到一丝凉意 他的目光在园林中勋寻片刻 心中便升起了一丝疑惑 他觉得 此处环境似乎有些熟悉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石木正努力回响之时 忽然听得园林另一侧镜头 正有一阵模糊的说话声传来 其寻声望去 就见那里有一处宽大的建筑 里面正亮着暖黄色的灯光 那稀疏的说话声正是从那里传来的 石木双臂一荡 飘身而动 朝着那处建筑飘移了过去 来到店门前 石木感到了一丝明显的暖意 其伏在店门顶端 低头朝店内望去 只见其内摆着一张圆形弹桌 正有一对年轻男女相段坐 彼此捧着茶杯 相互交谈着 那少女肌肤盛雪 面容娇俏 一袭白色的衣裙下 露出一双迎结如玉的金莲赤足 上面两串铃 随着她微小的动作 不时轻响两下 西门雪 石木顿时呆住了 她定了定神 目光再一移动 就看到西门雪的对面 正坐着一个剑眉心目 眉眼舒朗的剑瘦青年 却正是她自己 只是那个她 虽然五官轮廓 与现在的自己大致相仿 但看起来眉宇之间 却更多了几分青色 神色间也显得有几分不自然 这是 生仙大会之前 石木随即恍然 喃喃自语道 其正思量间 就听到那个青年石木正 双目寒情地望着西门雪 开口说道 雪师姐 我喜欢你 你还是忘了我 忘了当年的事情吧 这次生仙大典 我志在必得 西门雪沉默了片刻后 悠悠地开了口 这正是当日 她在生仙大会之前 见到西门雪时 两人当日的对话 石木都还记得 她飘身进入屋内 看着客厅中 陷入沉默的两人 雪师姐 这次见到你之后 以后我们还有机会相见吗 忽听的 那青年 石木这般说道 石木看着那时候的自己 心中一阵叹息 西门雪的回答 她都还记得 她也知道 那时候的自己 根本不足以留下西门雪 只是她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服用了月神果 会带她回到这里 石木望着西门雪 绝美的面容 不由回想起 两人初次临间见面的情景 想起自己当时 曾许下的誓言 心中不由得一阵恍惚 当初任她生仙离去 真的是对的吗 青年 石木和西门雪 还在继续交谈着 一言一语的声音 传入石木耳中 竟变得有些虚幻起来 渐渐的 她听不到两人的话语了 脑海中 只是反复地回荡着那个声音 当初任她生仙离去 真的是对的吗 真的是对的吗 石木 谢谢你 我们去花园走走吧 你刚进仙天经济没多久 修炼上 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我可以帮你解答一二 你还不知道吧 师姐我其实也是无法双修 西门雪放下手中的茶杯 站了起来 听到这一声响 石木才恍然回过神来 朝下方望去 就见那个自己 已经随着西门雪走出了店门 朝着外面走了出去 石木身子一矮 随之从店门处飘飞出来 也跟了上去 只见那两人转过园林中 精心修剪出来的曲折小径 在灌木家道中 缓步穿行着 雪师姐 能告诉我 你为何一定要参加生仙大会吗 青年石木开口问道 西门雪听罢 面色微微有些异样 沉默了半晌后 才开口说道 石木 你可曾有过命不在我 身不由己的感受 青年石木听罢 沉默了起来 石木漂浮在两人头顶 却也不由地陷入了思考中 从大气国那个偏远的小渔村开始 一路走来 石木虽然未能事事如意 但每走的一步 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虽然有许多遗憾和无奈 但似乎并未有过那种 完全无法掌握的时候 没有 青年石木摇了摇头说道 我的故乡在大秦国小阑山以北 自出生之时起 就无父无母 是被叔父叔母养大的 在我七岁那年 他们将我卖给了一个戏班 去做杂工 我随着戏班 在大秦国一路漂泊 做最脏最累的活 吃着最少最差的饭 时刻小心着 丝毫不敢生病 因为一旦生病 我就会被戏班遗弃 他们不会浪费钱 来为我治病 尽管如此 后来到了大气国境内后 我还是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 冰死之际 我被戏班班主 扔在了道旁等死 幸亏那时候 遇到了我的师父 他救了我 带我回宗门 教我术法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天音叉女 西门雪三言两语 就将自己的过往经历说了出来 他的神色虽然淡然 但石木很清楚 在这背后的 是无数艰辛的苦难 正是因为能够明白这些 石木当年 才没有执意阻拦西门雪 参加生仙大会 青年石木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最终还是 什么都没能说出口 虽然那时候 我才只有十岁 但我也已经明白了 若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不再被抛弃 就必须成为 能够主宰自己 命运的强者 如今深入仙界 便是摆在我面前的一条坦途 而且 师父他老人家一生的夙愿 就是能够飞灵仙界 看看更高处的风景 我有责任替他完成 西门雪继续说道 雪师姐 我明白了 青年石木低声说道 于是 两人不再说话 沉默地并肩而行 巴搭 一地雨点 从夜幕的千云中坠落下来 砸在了青年石木的额头上 剑开一朵金银的水花 紧接着 素素的声音越来越大 稀稀利利的小雨 遮蔽了整个天空 石木浮在半空中 万道金银雨线穿身而过 他却没有丝毫感觉 只是垂头 朝身下两人望去 那两人在小雨中缓步走着 没有动用竖法避雨 也没有快步离开 而是保持着原先的步调 在园林中慢走着 小半个时辰后 两人来到了花园门口 西门雪的白色衣衫 已完全贴在了身上 更显得他身体玲珑起伏 今天听了师姐一席话 真是祸意不浅 师姐真不愧是我 三国弃宗的天才 青年石木口中说着这些话 眼神却在有意无意地 避开西门雪的身体 西门雪也发现了他的囧态 却不甚在意 只是说道 石木你太谦虚了 师姐跟你差不多大时 在地阶舞者面前 肯定是逃不掉的 石木漂浮在两人上空 眉头紧凑地看着两人 面上浮现出一丝复杂之色 他知道 分别的时刻到了 雪师姐留步 希望师姐早日进阶天位 终于 青年石木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石木 有缘再见 莫要忘记了 你答应我的事 西门雪掠了一下额头垂下的头发 奄然一笑道 石木从上空俯视着西门雪 看到他的一颦一笑 心中莫名一痛 他知道所谓的生仙大会 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 而西门雪一旦生仙 便是步入了天庭麾下 日后两人虽然实力境界越来越近 还会有一些交集 却也不可避免地彼此相悖 越走越远